各位網友大家好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歡迎訂閱、留言、LIKE及SHARE 還有開啟小鈴鐺等有新片出可以馬上通知你 如果方便的話麻煩頂到尾 先來講講樓市消息 由新世界與遠東合作為啟德跑道地的全新盤 柏惠深一在今日公布首張價單 提供60個單位 截實平均尺價17,188元 較去年10月推出的啟德海灣 首張價單截實均尺19,798元便宜了13% 而較2022年9月推出的Miami Key 首張價單22,452元便宜了超過23% 但這兩個盤都買得非常差 以啟德海灣一為例 1,017個賣到現在才賣88貨 而Miami Key 1賣差不多兩年 648貨到現在才賣80貨 而這兩個項目因為推一期賣不到 所以後面的期數都不敢動 而這60個單位就涵蓋了一房到三房 當中有15貨一房 38貨兩房 7貨三房 面積由234尺到512尺 扣除最高折扣18% 最便宜入場是386萬4 整個項目拍胃心是有1,305貨 分為三期 今次晚一期有291貨 有第五座和第六座組織 主打小單位由最小的234尺到最大的560尺 而預計關鍵日期是2025年8月底 即是還有13座的花旗 看回這幅地 原本由潘蘇通旗下的高銀金融 在2018年11月以89億零700萬投得 其後因為高銀陷入財群 地皮最終在2020年7月 以70億4千萬 涉釀賣給佳兆業為首的內房財團 兼且訂立利潤分成協議 可惜過了無多久 佳兆業自己都不行 在2021年11月 他就以79億5千萬 將這幅地皮轉賣給新世界 和遠東發展合組的公司 就這樣帳面看 佳兆業這一轉是無本生利 賺了9億1000萬 但未知跟潘蘇通私下簽了什麼協議 地盤可見 樓面面積是574700尺 如果以這個成交價計算 每平方尺的樓面地價是13800元 如果以今次均尺 17188元計 發展商是沒有錢賺 但通常都是拋磚引肉 第一輪拿質素比較差的貨出來賣 如果你問是不是很便宜 我覺得只是市價 問題在哪裡就是交通 雖然李家超去年的施政報告 就說會重啟啟德跑道區的單軌項目 我是抱著一個非常懷疑的態度 要想一想林鄭為何當時要撒停這個項目 林鄭不是跟發展商有壽 故意不起這條單軌 是因為考慮到成本效益 買樓是一項這麼大的投資 是需要對未來有確定性 現在李家超說研究 你怎知道她研究多久 馬拉手到她落堂都未研究完 誰夠膽包不會第二道難尾 而同區由匯德鋒牽頭 以價現樓項目 Miami Key一期 在前日加推第四號 涉及65伙 面積由250呎到760呎 扣除最高折扣12% 設實施價是22813元 去到26426元 看來赤價好像很貴 但事實不是 因為發展商為不同單位提供現金回憎 包括提前清巧樓價現金回憎 以及額外印花水現金回憎 加私優惠 最高現金回憎達樓價17.5% 以一間450呎兩房三座15樓之為例 原本折扣後是1029萬7千元 如果計及最高樓價17.5% 再額外3萬元現金回憎 實際售價是846萬5 折扣價是18811元 邊廂和柏衛森有得困 第一貨尾是佣金高 第二它已經是現樓 不用像柏衛森供一年樓花 第三雖然是18800元一尺 但可以買到一間15樓 匯德鋒過於執迷面 寧願採用高現金回憎 都不肯像詳實一樣直接減樓價 發展商同時公佈 將今個星期六發售50貨 另外昨天有一單一手現樓貨尾成交 就是位於西半山搬銜道的 U18搬銜 單位是12-15樓幅式 因為沒有13-14 實用面積是2499呎 屬於四房連裝修連架司連一個車位 以7300萬賣出 車價是29212 其實地盤不大 還要被兩棟物業夾緊 一層大約12尺 兩層加起來才2400多尺 而整棟物業只有12伙 三個分層單位 再加9個幅式 為何會拿這件事出來說 原來這個項目的第一個買家是舒奇 據聞在2018年6月 他和馮德倫看了三次 最後買了27-28樓幅式 同樣是2499呎 連一個車位成交價是12744萬9千元 車價是51000 還要90日職工 雖然舒奇買的單位是高層的 質素好些 但和這個單位比較 足足相差了5440萬 達42.5% 放車6年貨尾的佣金一定厚度起跡 令鄧成波家族又密密虧 一個星期內虧三件 繼日前 賣了一件銅鑼灣白沙道樓上鋪 虧超過五成後 今日又有消息 賣出油麻地 波蘭街46-52號傳動 樓高8層 在1959年落成 地盤面積大約4000呎 涉及4個鋪位 再加28個住宅 總樓面面積大約23000呎 物業在2021年曾經叫價5億 其後一度減價 去到上個月 突然減價到2億8千萬 最終以2億3千5百萬賣出 據了解鄧成波分別在2014及2018年 先後買入住宅和舖位 總共斥資3億6千萬 歷時10年收購總共蝕了1億2500萬 相等於35% 而早一日就賣出荔枝角度66號傳動雙住舊樓 地鋪面積大約1200呎 加1000呎入職角 2至5樓住宅 總面積大約4000呎 賣出3100萬 車價7750 而物業在鄧成波在2018年 以4800萬賣入 次貨6年將免失1700萬 相等於期內貶值35% 現時這棟大廈每月租金合共是12萬7 預料新買家將會享有4.9厘的租金回憶 政府統計處日前發表最新零售業消貨額數字 購取加價變動 5月總銷售貨值 按年下跌11.5% 連續2個月出現雙位數字的跌幅 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友安儀昨日接受商堂訪問 日前協會以問卷形式調查會員租金情況 結果發現加租、減租、動租三種情況數字相近 當中動租比例最高 其次減租 最後加租 5月的零售消貨總值再次反映零售市場不理想 當中汽車和汽車靈驗的銷售瓦 加去年同月跌近三成 而珠寶首飾中標名貴禮品、百貨公司貨品 5月的銷售額都按年跌超過兩成 但售房的租戶有減租的減幅都是低於一成 而且不是個個租戶都可以獲得減租 認為減租的幅度追不上生意下滑的狀況 老實說未跌史之前都不是個個零售商賺錢 現在還跌得這麼厲害 所以其實他覺得減三成租是起碼 另外標好全球今日公佈 6月香港採購經理指數 PMI 港資48.2 交5月的49.2 進一步下跌 而且連續兩個月跌穿50的持平線 處於收縮水平反映營商環境進一步轉差 倒退幅度雖然輕微 但是2022年10月以來最明顯 私營企業在6月連續兩個月減產 緊縮程度超過兩年最快 因為新訂單進一步收縮 內地和海外客戶的新訂單量 也在年中下跌 受訪企業表示 本地和外部經濟疲弱 再加上競爭劇烈 令銷路受影響 而新訂單創21個月最大的跌幅 令到職額工作連續9個月下跌 個別公司會縮偏財源 就業水平持續2個月下跌 標普全球研究部副總監表示 新訂單和產量 在6月跌幅擴大反映新一個月的營商環境轉差 經濟低迷之下 加上區內競爭劇烈 香港企業似乎在掙扎邊緣 本港企業對前景憂慮 當中包括成本升幅 可能會蠶食市場需求等因素 另外內地多間金融機構 傳出減薪 其中投行中金公司員工的平均月薪更加由4年前大約10萬元 減到只有3萬5元 昨天就有流傳中金上海區一名年僅30歲的女員工 因為怕減薪後無法支付房貸而興生 掀起網上熱議 根據網上流傳的截圖 這名員工在去年才買入上海外灘價格千萬的房產 有網民指出死者的先生也同樣減薪 死者3月開始出現精神仿佛 去到1號即是星期一就墮樓身亡 中金就否認有員工因為減薪而興生 但看回內媒每日財經新聞 引述數據顯示 中金減薪65%是事實 另外跟進一下二手的涉案幹 第一家就位沙基灣的盈回 一座高層B室357呎 賣了660萬 赤價大約18,400 業主在2017年以9584,000買入 次科7年將免失了2984,000 相等於31% 第二家就職業衝去拍位院 長拍角低層A室626呎 賣了750萬 赤價大約11,900 業主在2019年 以1020萬買入 次科5年將免失了270萬 相等於26% 第三家就是白石角半身樓家熙 白座低層A室714呎 賣了900萬 車價大約12,600 業主在2020年用了11,173萬9,000買入 次科4年將免失了273萬9 相等於23% 第四家就位屯門掃管窟 滿明山山亭丹號陽房 2857呎 加1437呎花園 957呎天台 賣了5800萬 車價大約20,03 業主在2020年用了7,392萬買入 次科4年將免失了1592萬 相等於22% 第五家就是粉嶺日豐 一座中層B室429呎銀主 賣了490萬 車價大約11,400 業主在2020年用了627萬買入 次科4年將免失了137萬 相等於21.9% 今天就講到這裏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訂閱留言 LIKE SHARE 最關閉的鈴鐺 方便的話 麻煩頂到尾 請訂閱 師傑 再次回答 請訂閱